尽管春节假期已经结束 但是不少民众还是纷纷到庙宇走春参拜 其中高雄关地庙的镇店大厅金牛相当受到瞩目 信众将金箔贴到金牛身上 随着贴的位置不同也各自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不论是求取财运或者希望事业顺利 庙方说还是得靠自己努力才能够心想事成 新的一年到来到各大庙宇走春是不错的选择 而其中高雄关地庙贴金箔就是一大特色 但怎么贴金箔有配方 将薄薄的金箔纸贴到金牛上 随着贴的位置不同各自有不同的意义 像是贴在牛嘴象征富贵 贴在牛角上代表残韵横通 比如讲说大牛头放到老 大丸薄材温薄大牛嘴大富贵 大牛尾滴家贵大牛肚 这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万事如意 裁员滚滚 有的人从金元宝到大金牛上上下下摸了一遍 也有的全家大小合力将金箔贴上 求取好运到 尽管这些金箔都薄到不行 但一张又一张的贴上去 还是让元宝跟金牛变得金光闪闪 摸牛头把他插边 不是插边 来 我贴了牛牛上面的金元宝和那个老爷爷的这里 贴个金元宝啊然后就都贴吧 谢谢谢谢 这是希望可以祈求什么 就是就是在这边就是祈求那个财运恒通啊 对 贴了这里 然后贴了这里 然后贴了那里 对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祈求 嗯 财运恒通 木鸡牛求好运是高雄关地庙年节一大特色 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免费平安面 更是吸引民众大排长龙 手工面搭配特制酱料 尽管分量不多 但民众还是吃的开心 难得的是这样的传统一晃眼已经三十多年 我们来这边已经35年了 每年都很多人初一组到十五 啊很多信客都会来这边啊 都会来这边拜吧 顺便吃我们的平安面 而今年人潮的话是非常多 当然我们有高雄市韩市长的加持 把这个宗教的文化之旅啊 我们高雄关地庙也列为这个十大庙宇之一 所以是欢迎大家来高雄玩 特别是随着韩市长喊出高雄发大财 今年不论来摸金牛的 或是排队吃平安面的民众 都比往年来得多 庙与香火自然更加鼎盛 而农历正月十一 关地庙还将举办菜灯米活动 希望把金珠年的年味 一直延续到元宵节 港督新闻王思武 夏小新 采访报导